请再来跟老师介绍一下这个 简报的辅助软体 那么其实我们简报的这个辅助软体呢 有很多 你看我们如果是用这个PowerPoint 老师应该有看过人家用那个笔嘛 可是你离开简报之后有没有那个笔 没有 所以比较不方便 因为有时候你像滑鼠在那晃啊晃啊 其实很容易就看不到 或者是像我们有时候在看网址的时候 是不是都好小一个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那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利用这个小软体 那我们来看哦 您在这边的时候呢 这里 有几个 我们现在介绍的都是免贝的 那么其实 如果说我们下个礼拜换了Windows 7之后 其实它里面有个放大镜 就会比较好用 我们Windows XP其实也有放大镜的功能 可是呢 老实讲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一定要到Windows 7那个会比较方便 比较方便 我们下个一代的话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最常用的其实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 这个叫Unit 我叫Unit 我Program上其实有介绍 Program上有介绍 那 上在这边 我把它放在最右上角 因为在这里 点到它方向 右上角这里 你看你们这样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就把它放大 上次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呢 你点进来 虽然这个上面我介绍是三点多 现在最近是四点多了 但是原则上快速键都一样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给老师看一下这软体在哪里 您找到这边 有一个叫做 简报互动沟通 有没有 点进来 这里面 这都不用安装 好 所以我现在用的就是第三个 这一个 你看呢 里面有一个档案 就是说明档 不用理它 有没有500多K而已 就这样 所以如果您有执行了之后呢 在哪里 在您的工作 那个 小的图示这边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放大镜 在下面这里 这样有看到了 您执行过之后就有一个这个 那 它的快速键很简单 如果今天您要 变成比的时候 坦托加2就好了 因为那快速键就这两个 坦托加2 有没有 变成比 你看坦托加2 有没有变成比了 那红色不满意咋办 老师会得颜色面出来就会了 红色叫R 蓝色叫B 有没有变蓝的 黄色叫Y 对吧 绿色叫Fling G 还说啥 Pink Orange Pink Orange O 这样能够够了吧 老师应该不用那么多G嘛 哈哈哈哈 比不够了吧怎么办 哈 哈哈 比不够了吧 用滚轮 搭配CMT键 滚轮搭配CMT键 CMT键按着 只是我平常没有特别调啊 好 所以我 就差不多这样这样 好 那 有时候老师可能会觉得 啊我这样画得很乱 对不对 有时候画错了啊 怎么办 我们还原是叫什么 是不是坎特加技 哎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 人家还原回去 如果 画了很多 全部删掉 像米沙的英文叫做 对 按ABCDE E E 你看你会英文都会啦 哈哈哈哈 真的吼 所以 就是这样 那如果老师觉得这样画手画 比较抖 不容易直 所以要画直线的话 其实老师在做的一些 还要画直线都要哪里 我画直线 就是SHIP的 对不对 直线或者是那个45度角的 哎 那如果你要画方框 反特线按着 其实老师不用记这么多啦 因为你要用的时候再记就好了 对不对 他软体都有说明 你看在这边其实软体都有说明 只是说 很多老师 都懒得看这样子而已 哈哈哈哈 你看他在ZO这里 他都有写啊 有没有 他都有写 猜出键都有写在里面 那所以 因为这个软体的好处是 你看不出我用哪一套 所以缺点呢 是要近一点点猜出键 那么如果老师 您刚刚在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现在Ctrl加2 是不是进来画画了 那如果你要放大 滚轮就好了 滚轮往前 然后放大 往后缩小 那如果你要移到 哎 我现在放大了 可是我要移到上面去 你可以按一下滑鼠的右键 一次就好了 可能就可以移中 哎 因为有时候我敢要讲别的地方 我就可以这样 那等到你 确定到定位了 我就按滑鼠左键一下 这时候又会互增底 就可以继续了 那我们往后退就是缩小 对吧 好 那离开的话 你可以按ESC 或滑鼠右键两下都好 哎 就是我不要画了 就全部了 所以这个好处是在于说 如果老师是比较常用电脑的方式来做教学的 你可以用这个 好 那如果老师你本身 我觉得我不太想要记这些快速片 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 您看一下 这个 PickPick 德国货 啊不是PickPick PickPick也可以 但是我用这个 Point to click 这个也是一个档案 如果老师会得很急的档案就好 这样我不会的 做一个翻译档 这样就可以 一样不用安装 老师有没有发现 最近那个 我们的气象报告也好啊 还是那种财经讲解啊 我打的都提醒了 怎么会啊 对吧 所以这个 点两下 有没有看到右手边有个开始 在这里有没有 哦 一个开始 所以呢 你到哪边要讲解 按开始 这个不用记快速片 看你要哪一支 有没有就画出来了 那 这个比较漂亮 我们现在看这里 你就不用自己打多 哦 那 你看到吗 这个颜色 这个左右有两个颜色 这个是荧光笔 这是什么 实心的 所以我都这样画下去 如果这样画就一次就不见 但是我如果用荧光笔 我画下去 它会有点半透明 这样知道猜在哪里了吧 只是这样你会让人家看到有那个东西而已 好 所以你不用了就按理猜 所以老师不记快速片 也没关系啊 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关系 我跟建设上一样嘛 他们旁边都有那个工具列啊 我们现在那个数位白板 我们学校可能也有数位白板吧 也有嘛 数位白板看老师是买 学校是买哪一个版本的 台中市之前买的是那个 Smartboard 一万多块的那种 但是我上次去那个弹袖国中 那个台中市我们弹袖国中 他们那时候买是另外一个版本 那个比较好 就是他还有右手边还有那个就是工具 那我们Smartboard是比较阳村 比较便宜啦 但是比较阳村 所以可能就功能比较少 那其实老师也可以搭配这个箭子白板来用 所以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这里还有一个叫Swing Marker 这个也很好用哦 你看点下去 它有没有一个工具列又跑出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它有一个优点是其他没有的 因为我刚刚用那两个软体 他们都有一个缺点 当我在进行绘画的时候 绘画绘画绘图的时候 我的萤幕上的功能是不能操作的 比如说我好像是把那画面拍下来 比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操作这里 可是假如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绘画模式 我是没有办法点下去给你看的 所以我一定要并下 policing开 但是我们用这一套就没有差 因为你点一下它 这个就是底 有没有 你告诉他我现在在看这里 可是当你变成滑鼠的时候呢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没有发现 你的萤幕上那个笔画会留着 当然它有个缺点 它没有放大的功能 所以我通常会用在哪里 看影片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希望它看影片的时候注意哪里 可是我不会叫影片停下来啊 所以我就会希望说 你待会注意一下哪个地方 那我就是画给它看 那待会影片继续播 没有关系 这样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我通常就是看时机 不一定说一定是用买到软体 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 老师就是你离开的简报 事实上还有什么 还有这些可以用 就不要客气 那么等到各位老师下礼拜的时候呢 我们用Windows7 也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要搭配微软的话 是会更好用 它会有一个 就是放大某一个取代的功能 那我把画面就还给老师 你可以先试一下咯 请再订阅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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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